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醒了 终于退上了 你要吃什么呀 喝白粥可以吗 这样养胃 那我去给林总监发个消息 说一下好吗 就说老板今天临时有别的安排 不来办公室 有紧急事情的话电话联络 这样说可以吗 可以 可以 你不用每句话都会吗 别带了 带不带都一样 都挺丑 再带就更丑 现在下宝都找师长了 出去吧 我再睡会儿 好的 老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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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慢点 来 来 不好意思啊 抱得有点丑 也不知道你当这么多年 家庭主妇怎么当的 你加入的是豪门吗 来 你知道吗 我喂嘟嘟也是这样的 那小狗吗 对对对对 没骂我呢 水烫 你放心吧 这个水和粥啊 我进来之前都吹凉了 来 你是在本市上的中学吗 对啊 在哪个学校 我是在 是医中读的 还重点办呢 厉害吧 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刚才做梦 好像梦到读书时候的事情 你看看你 年纪不大 还挺怀旧的吧 我出国前也是在医中读的书 你也是在医中啊 那我们就是肖友啊 你比我小六岁 不对啊 那我高三你才初中一年级 我跳了两级不行啊 跳两级 你是一三级对不对 你有没有觉得姐姐很面熟啊 其实我在学校电台还当主持人呢 不过 你那个时候那么小 肯定对女性的魅力没什么概念吧 我终于知道你 为什么二十九岁还以事无成了 你这么大年级了 对自己最起码的认知都没有 好了好了 笑话和学姐的戏已经结束了 现在是小保姆的逆袭人生 请给我 我去开门啊 不用了 她知道密码 谁啊 秦惠 天哪 你跟她的妃妃是真的 我对女性魅力的认知一向都很准确 十二岁的时候也一样 姜文啊 这次挺快的嘛 这可不什么时候来 已经在来的飞机上了 本来早就该安排给你复诊的 还跟我逞强说自己都好了 昨天之前 我都觉得挺正常的 她都知道了 那是你过去的 真的很好看 快点快点快点 什么什么 金慧燕夫男友家 多年绯闻成真了 真是 真是 真是真是 你看你看 真的假的 我就说嘛 就是她 我 我 同志们 同志们同志们 你们想知道老板为什么不来上班吗 不知道 不行 你们不想知道未来老板娘是谁吗 我知道可以涨工资吗 你们一个个太没趣了 赶紧打开搜狐鱼的新闻看看吧 快快快快快快 我去 程总和金慧石锤了 都拍到从家里一块出来了 能不是石锤吗 你看看看 天哪还是高清图片 你们知道老板在这儿装了监控吧 不会吧 你们在这儿偷懒 也会被拍到石锤的 别看了 走 你去忙吧 好 程丽